房協計劃重建沙基灣明華大廈 大約3,000戶受到影響 重建後部分會預留給長者入住 其餘的單位有可能撥入治安心先租後買計劃 房協預期2020年開始清拆 陳明琳報道 六七十年代落成的沙基灣明華大廈 十三座樓都是廉租屋單位 房協說大廈的基本設施已經落後 加上未用盡地積比率 早前已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重建方案 初步建議現有的3,100多個廉租屋單位 重建後可以安置原本的住戶 由於地積比率高了 可以多建大約1,000個單位 當中部分會背入長者安居落項目 比較經濟能力的長者長期租住 現時我們都未曾知道 我們是用來做甚麼用途 會不會將來有其他發展 譬如說會不會真的繼續發展治安心 那裏是可以起到一些治安心的居住計劃 這些我們未定案的 重建會分階段進行 房協預計2020年開始清拆 期間住戶要暫時吊遷 等新樓落成後重新編配單位 至於深水埗的5個重建項目 將會興建私人住宅 房協說不同發展商合作 是因為想透過項目 達到社區重建的效果 打造特色社區 那副頻電視記者 陳榮林報導